夏天,现在种小瓶盆菌 我们给它一个安全度下 有很多朋友认为现在种特末小的 在夏天怎么管理啊 不是一天就晒死了 其实也是有方法的 在夏天落太阳的时候 首先一个我们要给它适当的遮阴 不要把它摆到那种 太阳一天十几个小时都能晒到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适当的给它这上面 铺一些苔形或者是水苔进行保湿 第三个就是像我这种 如果像这特别小的盆 就可以搞一个大一点的盆 里面装满这个沙土 然后把它整一个埋到这个盆里面 这样的话因为它这个沙一旦浇上水了 它是不会那么容易干 在这样大盆套小盆来养的话 就很可以很安全的路过一个夏天 还有像这种套盆套的时间长了 它有些根会从下面长出来 就算不是夏天就是平时 我们这样套盆 一旦它这个根从下面长出来之后 这个根它会吸收到更多的水分养分 这个树它就会长得快很多 如果你说你不套盆的话 它就这么一点点土 平时保命都保不住了 你想让它生长再快 那怎么可能是吧 套盆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平时 加快养装的一个方法 不单只是夏天可以拿它来 录下 平时也是可以这样套盆 养装 那我们下看